想知道是哪間新店記得看下去吧 全環區一向好多食物 最近亦有一間漢堡店進駐 店舖是在內街 所以人流不算太多 但其實就在千色店和德華公園附近 這間漢堡店其實是一間位於 長沙灣的漢堡小店分店 本身後悲都不錯 為何又會來荃灣開分店呢 我本身是長沙灣街坊 所以又有感情 在那裏想開店舖 荃灣我都感覺到街坊區域 經常過來吃東西 很多都是撞口撞臉的街坊 所以我都選擇過差不多的地方 去做另一間分店 店舖不算大 一眼就看完 廚房是Open Kitchen設計 可以清楚看到製作過程 原來都是老闆的想法 清楚看到廚房 可以警惕一下自己 讓工作整齊些 乾淨些 給人一種感感 店舖招牌 就是鄰居漢堡 食材配搭非常豐富 有漢堡扒 煙肉 蘑菇 菠蘿等等 臥底都有問過 為何會想到這樣的配搭 鄰居漢堡 就豐富一點 想給別人的感覺 又有煙肉 脆身一點 菠蘿和洋蔥蘑菇在上面 配搭生菜 蕃茄 吃下去不會太膩 因為有時候 人們覺得吃牛肉漢堡 例如兩塊扒 或者很厚的牛肉漢堡 就會覺得吃下去很膩 配搭菠蘿 帶出新鮮清新的感覺 大烤菇牛肉漢堡 就配上juicy的大啡菇 大啡菇香味濃郁 配上同樣juicy的漢堡扒 十分夾 而最後這款雙層牛肉芝士漢堡 就最適合吃肉獸 有兩塊粥150克的漢堡扒 漢堡扒還是每天在店舖 早上手打 而且調味不會過重 每口都充滿肉香 牛肉漢堡扒 用料上 我們全部都是早上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美國牛肉漢堡 不會像外面那些叫現貨 外面有很多都是叫現貨回來 但是我們自己那些 就是早上自己去調味 自己去做的 就新鮮些 至於小食方面 推介水牛成雞翼 雞翼炸得香口 配上辣辣的醬汁十分開胃 而另外這款黑松露醬 芝士薯條 熱辣辣即製薯條 淋上芝士 再加上黑松露醬 香氣十足 疫情期間 餐廳都有提供外賣優惠 每買一個漢堡 就可以半價升級做套餐 套餐可以選擇雙式薯條 即是番薯條混合薯條 比普通薯條更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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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條更吸引 布羊 比普通薯條更吸引 х! 感谢观看